赚钱的伙伴二手小车跟器具才刚送进门 母子三人迫不及待在大家面前秀功夫 大伙加持下香肠大肠烤得金黄又带点焦黑 手度刚刚好 一旁的丰田区长张静帆也被香气给卸眼 下场帮忙来装带 要为这位辛苦的单亲妈妈新店开张来宣传 第二个都给你们 有四处打零工然后送报纸送便当往上去端菜 还有有的人生病的话就是叫我载他去医院 然后会赚个零用钱这样子 陈玉宜19岁离婚 一个女人家带着两个女孩到外讨生活 没有一技之长的她只能以打零工过日 最高纪录瞬间了三份工作 口袋也曾经穷到只剩不到50块 不过陈玉宜并没有放弃人生 扣着积极的毅力跟态度 半年内就争取到家福跟银行合作的幸福专案 贷款了30万做基金 准备展开脱贫人生 宁东他那时候在失败的时候 在住家前面用小的炉子就开始烤烤烤 烤到警察 被边骑摩托车就停在他家说 那让你汤你要不要备指 力量 他的东西我们也吃了 真的口味还不错 那当然后续也可能也会需要大家多多的蓬柿 给她一些口味上面的建议 小玉妈妈除了平常固定在中科 台积店附近来做生意以外 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些公司行号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协助来帮她做外卖的一个工作 30万的创业金带给单亲家庭新兴旺 陈玉宜皇后将会开着这台小餐车 四处来开卖撑起一个家 她是丰原家福所辅助创业的低迷案例 未来他们将持续协助 跟陈玉宜一样有心创业的单亲妈妈 全力展开新生活 这里要话台中采访不到